说起央生 其实我们应该使它像是一个光一的东西 它是一个大话 并不是说我们来学套团就是央生 不是说我们连一套气功就是央生 我觉得央生的真正央生 应该要从四个方面去做 那四个方面呢 吃 睡 动 醒 如果吃 吃什么 吃乎自己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 睡的是规律性 我提倡的还是朝睡朝起比较好 动力肯定是运动 行就是行为嘛 是央生生命的 就是修养 治养生命的 而不光是身体这个形体 养生 不是生光能光相的身体这个生 所以这四个字 四个方面是少不了的